那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是留言给我们 他的语音也麻烦你后在线上帮我们一起快听一下好吗 嗯 好 没问题 诶 我们来播放一下语音 主持人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和我先生都已经70岁了 我们两个人没有工作 我们拿类卡已经三年半了 我们这种情况还需要报税吗 请专家帮我们解答一下 哇 70几岁的一个长辈哦 谢谢他的留言 这位奶奶他如果都一直没有工作 还要报税吗 理好会计师 好 那具体的话我们可能要问他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他现在住中国还没过 假如是在中国的话 他可能就不需要保收税 那第二就是说他没有 他已经退休了没有工作 那他有没有投资收益 利息啊 分红啊 这个insurance啊 这个信托啊 这个共同基金啊 买卖股票 那这些都属于其他投资类 那还有就是他要解释他的衣食住行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钱怎么来的 还有他有没有任何的海外账户 海外的比如海外的这个租金收入啊 海外的公司分红啊 海外的股票买卖 因为我们在美国还是有很多超过70岁的人 他已经没有在工作了 不过他有很多投资收益 可能还是需要缴税 而且他也有可能有海外资产 还是需要是申报 不一定需要缴税 哇 所以如果是70几岁移民来美国的话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税法的这个问题哦 在这张台已经拿到绿卡三年多了 嗯 这个海外退休金 海外的这个房租收入 哇 真的会计师的提醒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